在現今的香港社會中,扭蛋已經不知不覺成為一種被受歡迎的玩具 如果細心留意身邊店鋪的門口,細緻屋邨商場的小食店、玩具店,一些連鎖式商店,大至大型的超級市場門口 都總會有一部你熟悉的扭蛋機在身邊 這些扭蛋玩具種類繁多,出彩繽紛,樣子吸引 每個人小時候都總會抽過一次 為什麼扭蛋會這麼吸引你呢? 我們訪問了一位扭蛋售賣店的東主 過程好玩,還有夠便宜,大人小的高都適合玩 扭蛋的造型大多數都是根據一些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人物所塑造 所以我們平時在扭蛋機看到的扭蛋 大多數都是一些近期人氣大熱的動畫人物 每個人都喜歡,即是軍曹 我要這個 你好像抽給我 我想要,我留一個給你就可以了 你準備好嗎? 好的 除此… 不要我 我還是要按個石頭 補蛋 我要先按鈔器 你不能按鈔器 你不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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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 在我們收雜招的過程中 發現玩扭蛋的人有不同的年齡層面 有小朋友、青少年、成年人 也有些老人家 來買玩具的人通常是哪個年齡? 爸爸媽媽也有 子女也有 學生仔也有 什麼都有 學生其實不是太多 經濟能的有些比較差 男女平均 過去在你們的店裡 曾經有人最多用多少錢去買扭蛋? 四百多元是買一些一套套的套蛋 人們不想扭賣 就一套套賣 一套賣是抵抗的 因為有些是便宜的 譬如扭10元 5隻 一套買46元 通常一套賣比較多 你擔心沒有人會再抽這些扭蛋? 都不擔心 因為你逐隻選比較貴 這價錢 但如果抽的話 便宜一半 我想都會選抽多個買的 你們會怎樣處理一些過了時的扭蛋? 便宜價出的 譬如扭10元一隻蛋 就5元買給別人 都有人買的 這日我們來到九龍區搜集和拍攝 關於扭蛋專門店的資料片段 就是我們選了兩個扭蛋專門店 位於長沙灣的小型商場 在店舖中 我們找來三位熱愛扭蛋的人士 和三位可愛的小朋友 講述他們有關扭蛋的感受 有關扭蛋 很多天秤中了我要 不過你緊的 對 抽吧 這個多少錢 5元?值得 有五塊的機會中我們其中一個 對 我們三個都不同 對 抽了這個 來 給5元吧 給5元來吧 拿5元吧 剛才我是請的 如果有得被你選擇 你會逐個抽 還是去店舖買你想要的 我會逐個抽 其實我比較喜歡自己抽 逐個逐個抽 因為扭的時候 過程挺刺激 我會扭 當然會買 請問你有沒有接觸過扭蛋這種玩具 有 有 有啊 當然有啦 一定有 有 有 有時候扭蛋可能會過期 隔了很多年 那你會怎樣處理 如果是自己喜歡的就會維持 如果覺得沒用就會扔掉 其實扭蛋如果放在家裡 隔一段時間都會扔 有些如果太久的話會收起來 扭蛋這種玩具有什麼不吸引你 因為神秘感很重 你扭的時候你不知道它有什麼出來 那種神秘感 對 因為它多款 還有我喜歡的公仔 你喜歡什麼公仔 以前西哥是蒙面超人 有很多款 這些公仔有趣 扭完之後拿回來玩 陪一部扭蛋機 但它裡面有很多不同的公仔 你可以有很多款任你選擇 抽到出來可能抽到你那個 你喜歡那個又有吃 很幸運 扭蛋是一種很有趣的玩意 而我們很高興見到香港有很多熱愛扭蛋的愛好者 我們很希望日後會有更多愛好人士 繼續支持扭蛋的發展 讓它變得更可愛 更多人喜歡 多小新變舊 光陰不退後 今天我 他照你 變改一定有 你 一直只會 尊重 有 你 我